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在家一定很沉悶 但在这个时间做运动是很重要的 就像Colee Sir那样 我都偶不时会去我的公园 或者在篮球场上练习 好 既然你都来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换球 籃球有大拳射 今天Colee Sir就会和大家分开 两种不同的温球基本法 其实我们要做到最基本的 就是要用右手和左手 都找得这么成熟 我看到有些同学这样拍球 这些是不对的 拍球要像音乐那样 有节奏感 那我们就开始 就像第一个拍球技巧 那我们就要坐下 先用右手这样拍球 你看到我是有节奏感的 你可以加大一个速度 你应该做十下 做完十下之后 换又是左手 你看到我另外一只手 是保护一只球 而是周围这样拼来拼去 OK 那当如果你练得更纯熟 你就看前面 用一个球感 来拍球 兼且你可以加快速度 或者向上 运动 这个就是第一个 拍球技巧 當各位同學將第一個練球技巧練得比較純熟 我們就可以去到第二個練球技巧 也就是我們的Crossover 這個就是Crossover最基本的動作 我們要坐低 右手拍球 拍到左手 左 這樣 連續 左右左右 開始你可能要看著球來拍 但當你練得比較純熟 你就可以看著前面 也可以低一點 或者闊一點 至於我們的練習 我希望大家每天做十個大組合 當中一個大組合就會包括 下右手 左手 一 二 三 四 五 接著就到我們的Crossover 一 二 三 四 五 那各位同學記得要做 他答應我 應該就到Crossover練球了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 下 兩 三 五 下 二 三 五 下 四 下 二 五 下 三 五 下 二 五 下 二 五 下 四 下 二 五